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就不能忘了可能会毁掉我们家族的那个女人 这快说呀 我 孩儿不孝 孩儿对不起您了 我活儿 我活儿 你们这是干什么 如果这还不能使你回心转意 那妈 给你跪下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还愿不愿我活呀 大哥 晚上 我好 你这家 你 подар了 我 带我 你赶紧 你赶紧 早就再给你 我怎么说 你不认识 我 特别 你还是 你怎么 碌碌碌碌可以 可千万别上瘾啊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舒华 你也别整天抱着个三弦 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 我又没当饭吃 我只是喜欢 喜欢也要有个分寸 这可不是大户人家该干的事 你可别玩无丧志啊 我知道了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少爷好像走了 他只留下了一封信 他可走了 喂 妈 既然这样 那你再好好地考虑考虑 我说过了 我可以失去整个世界 但绝不能失去你 要不这样 你回去准备准备 今晚七点在马路等我 那你呢 我家肯定是回不去了 现在关键是钱 钱 钱不是问题 一直有个人想买我的房子 我跟他商量过了 他答应现金交易 我想这些钱 够我们在上海 过一两年没问题 我现在就回去 卖房子收拾东西 晚上七点 马头见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记住 天塌地心 绝不更改 晚上七点 马头见 你不是不能回去吗 你跟我回去吧 不 我要去见一下真烟波 真烟波 是雪友 现在在《无都日报》当编剧 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来跟他道个别 二来 让他关照一下调花楼 万一家里有什么情况 他好给我通过去 好 晚上七点 我在马头等你 那我先走了 嫂子 你千万不要着急 夏宇初八 可是一眨眼的功夫 要是花轿去不了 那冯司令是好惹的吗 是得赶快想办法 办法 那个草包倒是想好了 花轿不去 就再送十根金条 这个傻千刀的 只知道在铜钱里翻跟斗 这钱不能给 我想过了 这门亲不能退 这个媳妇一定得娶 要不跟三姨太商量商量 把纸运嫁给我家老伴吧 对呀 给仲华当老婆 不是也一样吗 这事 就得拜托您了 行 我这就去说 等等 这事 先跟三姨太说说 那个草包也就没事了 嗯 行 那你好好休息吧 等着我的好消息 咱俩 都不让我 等我 等我 你 都不让我 和我 不让我 你们以后 这么说 你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是为了爱 就是为了爱一个女人而活着 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纯结代 难道不是吗 纯结代是伟大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 去爱一个女人 你爱你的父母亲人吗 你爱你江南市场 一千多名员工吗 你爱你的国家和民主吗 难道你敢说 这些你都不爱 你都可以去放弃吗 事实上你已经在放弃 不是我放弃 是他们逼我放弃 不是他们逼你放弃 是他们逼你选择 难道我选择错了吗 婚姻不能强迫或外 它必须是完全自由 但是在某一特定情况下 它不能用简单的 自由两个字去解决 就你的情况而言 无独两大市场的竞争是有目共睹 日本人想吞并搞垮江南市场的狼子野心 路人皆知啊 为了保住这份产业不被日本人吞噬 你的母亲想寻找一种能和日本人抗衡的力量 才跟你定下了这门情绪 虽然是下策 但实属无奈啊 她是想给中国传统的蝉丝工业 这么一口气说什么也不能输给日本人 而你呢 你不顾江南市场一千多名员工的死活 你不顾江南市场被日本人通病的后果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女人 不怀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是荒唐的是自私的吗 不怀啊 男子汉应该以事业为重 应该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一个女人能与这些相比吗 哪头精哪头重 你惦恼不出来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货 你堂堂一个顾家大少爷 民营牌大学的高才生 你难道还不如一个匹夫吗 我走了 你求术还可以 求贺领已经被你们顾家作为一个闲人养了起来 他已经心怀不满 再请他出山傻瓜也不会卖你 到那个时候 江南市场群龙无首 必死无疑 女婆 我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为了一个女人而造成了恶务 如果你不听劝说一意不信 不烦 你不但会悔恨终生 而且你会遗臭万年 不烦恨终生 男子汉应该以事业 应该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手位 跟我说的 就此外 也论到 我以为也让他们去 你也要 来喝杯水 好 辛苦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有什么好说的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这是高兴的事吗 这我就不明白 怎么不是高兴的事 前一阵子让你不要管事 你是满肚子的牢骚 一脸的不高兴 今儿个夫人又要你管事 要你当总管 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呢 你呀 除了吃饭拉屎什么都不懂 笨得更注意 你说谁呀 说你 不好好想想 他们顾家把我求和林 当成什么人了 当球踢 当猴耍 但我求和林喜欢狗皮糕呀 想贴就贴 想撕就撕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得回人家夫人的话呀 总管 我可以当 但再想让我为你顾家卖命 门都没有 没人要你的命 没人要你的命 妈 您找我呀 上哪去了 跟朋友那玩 你也不想了 别整天顾着玩 该干点正事了 知道了 坐下吧 过了年 你也二十了 也该娶媳妇成家了 就是嘛 我爹十七岁就成亲了 怎么 着急了 妈 我懂 我再着急 也得排我哥后吧 妈 你哥呀 他不懂事 不听话 给他说了门好清 他反倒跑了 不管他了 妈决定啊 先给你办喜事 真的 恰把你给乐的 妈告诉你啊 这个姚志运小姐 人真不错 可惜你哥呀 他没这个福气 不是 您等会儿 你 您让我娶谁 还有谁呀 当然是冯司令的干女儿 姚志运了 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 我哥逃了 我顶上 怎么 不好吗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那为什么 我不瞒您说 我早就结婚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疯话呀 听我说呀 其实我跟他早就好了 我就想等我哥 结完婚 我再提这事 可是我哥 老是不结婚 我实在等不了了 我就在外边 租了个房子 把事先给办了 等我哥结完婚呢 我再搬回来住 我再搬回来 妈 妈 你干嘛呀 您醒醒啊 妈 妈 您要让我再结一次婚 也可以啊 不就是那 有什么运吗 当我二房 妈 你醒醒 你说什么屁话 整天挺直的胡闹 你 你 你给我滚 说难道当婚女的当下 天经地义的吗 不说报道什么呀 给我滚 把你出去 你去 别着急 别着急 你瞧瞧我身的这个逆子 这气死我了 别着急啊 伯伯 你怎么了 我 我 你改变主意了 你真的改变主意了 你不带我去上海 不和我结婚了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真傻呀 真是人心如云 说变就变 上午你还在对我信誓旦旦 仅过了几个小时 你就变成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真的把我的梦都撕碎了 我彻底地醒了 请你相信我 我对你的爱事永远不会变的 我不再听了 你别这样好吗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我的心也像泡进黄连水里一样 你知道吗 我要是这样走了 江南厂垮了 一千多工人怎么办 我爸爸的杀夫枝头怎么办 还有我妈妈怎么办 那你想过我该怎么办吗 我现在房子卖了 工作辞了 一天之内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这个就是你说的不离不弃 永不放弃吗 都是我爸爸 考虑问题不周全 可我们也不能太自私了呀 自私 我终于明白了 我始终在你的心里面 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女人 这样吧 你拿去发展你的江南厂吧 萧萧 萧萧 你不能这样 这钱你必须留着 萧萧 要不 要不这样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想想办法好吗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难道你想娶了姚之韵以后 纳我为妾吗 你休想 这个妾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另外 为了证明我不是自私的 萧萧 来 你确实想明白了 海儿知错了 妈千万不要再生气 保证身体要紧 去姚小姐为妻 也同意了 命中注定 只好认命 那下月初八 就得到冯府 去接新娘了 一切丁宗母亲安排 那好 起来吧 谢母亲 谢母亲 原来是个门 是个毛贼 竟敢来抢我的地盘 难道你不知道这太湖是我双强阿九妹的吗 我早听说过你 太湖上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双强阿九妹 幸惠 谁跟你姓慧 你算老姐 我姓和排行老六 江湖人送外号飞刀合六 喂 丫头 以后啊 我就想在这太湖上混饭吃了 多多关照啊 什么混饭吃 你这明明是来抢饭吃的 你抢什么呀 这太湖这么大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互不干涉啊 多疼 一身容目的二虎 我阿九妹的地盘 从来如目的旁人插手 趁我还没发火 赶快给我走 不走 我河六既然决定在这混下去了 就不会再走了 那你就要问问 我的子弹答不答应 那得让我的飞刀来回答 好啊 今天我倒要看看 是你那个破刀块 还是我的子弹块 好 我今天跟你一局定生死 我只用两把飞刀 好 爽快 我也只用两颗子弹 兄弟们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准闯进来 说好了啊 谁赢了 这三山倒就归谁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只用两把飞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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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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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看看,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取,哎呦,你,你,顾大少爷,你这多精神啊,是啊,哎呦,哎呦,有这么多吹骨手呢,哎,新娘子,新娘子,哎呦,哎呦,看不见了,是啊,咱只能想想,哈哈哈哈,哎呦,哎呦,哎呦,你看,哎呦,这皮红挂丽的,真好看,这顾大少爷,好像今天, 我今天不太高兴了,哪有,是啊,有点不太高兴,要我都美可了,哈哈哈哈,美得你吧,哎呦,哎呦,哎呦,你结婚呢, 말con. 别提了,哎呀,哎,哎,这,这, Cry普大少爷,干嘛呀,小小, CS 这,res,早, начала,小小,那对我该干嘛呀,算,世,谁,这,老天,捉弄人,让我成为人,我干嘛! 有一个背心气的小人你知道吗 少计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要冷静 千万不要胡闹 是啊 小人 这大家庭啊 小都 说说不行说不行 哎呦 你看这大几乎你干嘛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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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